山頭的颱風登陸前後 在這一個高屏地區其實帶來了強勁風勢 在屏東的市區就發現了這一個招牌整座砸落 導致了路旁停放的轎車是被砸中的 而且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意外一發生的時候 其實警消把這個掉落的招牌給移除 因為這個現場就在安泰醫院的對面 連救災車都已經來到了這個現場 停在這個區域裡面 而後方的這一台灰色轎車 其實也是採訪車輛 當時這個警消以及採訪人員 都為了這一個安泰醫院失火案件正在工作 結果突如其來的狂風竟然是直接把招牌給催落 不偏不疑就砸在這個採訪車的車頂上面 山陀兒颱風帶來的強勁風勢當時一度發出警報 表示說會有12級到14級的強風 在屏東市區安泰醫院的火警意外 相關工作人員所聽放的車輛也因為強風受到了波及 幸好沒有人員傷亡 謝謝主播我們現在所在地點 在高雄的奇津這邊可以說是山陀兒颱風來襲 真的是搖滾區 現在可以看到在奇津老街這邊 全部都淹水了而且就在老街堂 這一棟建築物的遮風罩 這個擋風罩全部都已經整個被風刮的掉下來了 目前在奇津老街看起來就像河道一樣 也有汽車跟緊急避難 還有機車直接倒了 現在可以看到我們如果往港口的地方 奇津輪渡這樣看 包括這個海面上 理論上我們如果從這個位置往海溫上 是可以看到海面上 包括這個海水啦 還有一些高雄市區的景觀 不過現在可以看到因為風雨仍然相當的強勁 也因此能見度真的非常的差 而現在迄今的這個基津水狀況呢 持續在發生當中 也提醒民眾前往不要外出 目前風雨真的很大 以上是我們現在找的最新情形 將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好主播各位觀眾持續帶大家來關心一下山土耳台風 在今天的12點40分從高雄的小港登陸 而它登陸之後呢 不只在西半邊帶來了強風豪雨 在台東這邊呢狀況也是蠻慘重的 就像我們現在在的位置呢 就是東六四線道往金峰鄉的路上 你可以看到在我旁邊的這個道路上面呢 很多的樹木都倒塌下來了就是因為風勢太強被吹倒了 而也有很多土石呢是因為雨水過於大 雨量過於太大飽和之後呢 土石鬆動滑落下來 因此呢道路都阻斷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現在我們在台東這邊 雖然說雨勢還沒有特別大 不過就在剛剛呢是一直不斷不斷有間歇性的大雨 而且風呢也是一陣一陣的 也因此在這整片山頭這邊 其實有很多樹都是被吹斷的 而且呢也因為這個邊坡比較陡 所以這個等土壤的水氣飽和水量飽和之後呢 就會滑動下來 在這邊呢也是先進行了管制 因為車輛根本就上不去 而剛剛在稍早的時候呢 商工所的人員也持續在這邊來盤查 來這邊看一下災情狀況 預計等到颱風走之後呢 就會進行重建 那雖然說現在山土而颱風呢 在登陸之後呢 對台東這邊的風雨影響 狀況可能沒有西邊嚴重 不過在山區的部分 還是請大家盡量不要靠近 因為就有一些土石滑動 甚至土石流的情況 那我們呢也會持續在台東 替大家掌握最新的災情 以上是現場最新 我們先把時間鏡頭交回捧妹